欢迎仪式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同越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苏林举行会谈。 习近平再次祝贺苏林当选越共中央总书记。 习近平指出,你就任总书记后首访就来到中国,充分体现了对两党两国关系的高度重视,也体现了中越关系的高水平和战略性。 共同的理想信念是中越两党代代传承的红色基因,凝结成月中情一身、同志家兄弟的传统友谊。 作为当今世界两个执政的共产党,中越两党要秉持友好初心,更续传统友谊,牢记共同使命,坚持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持续深化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 共同促进世界社会主义事业发展。 我愿同苏林同志建立良好工作关系和个人友谊,共同引领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 习近平指出, 面对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中越两国保持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彰显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社会主义事业的生命力。 中方将越南作为周边外交优先方向,支持越南坚持党的领导,走符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深入推进革新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 在各自国家发展振兴的关键时期,中越要把准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方向,夯实政治互信更高,安全合作更实,务实合作更深,民意基础更牢,多边协调配合更紧,分歧管控解决更好的六个更发展格局。 中方愿同岳方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和高层交往,坚定相互支持,积极探讨拓展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和两廊一圈框架对接合作,加快推进铁路、高速公路、口岸基础设施硬联通,提升智慧海关软联通,携手打造安全稳定的产业链供应链。 以明年庆祝中越建交75周年为契机,共同举办好中越人文交流年等系列活动,巩固两国民意根基。 双方要秉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等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和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习近平介绍了中国共产党二十届三中全会有关情况,强调中国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将为包括越南在内的各国发展带来新动力、新机遇。 中方愿同越方深化治党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共同提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共同迈向现代化。 苏林表示,我作为越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首次出访来到中国,充分体现了越南党和政府一贯重视发展对华关系的立场,将中国作为越南对外政策的战略选择和头等优先。 越南党和政府将继承软富重同志一致,坚持共产党领导,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定沿着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特别是软富重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共同确定的道路前进, 按照六个更总体目标,深化越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推进构建具有战略意义的越中命运共同体。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中国胜利完成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确定的所有改革任务,取得巨大发展成就,国际地位和影响力日益提升,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以及全人类进步做出重要贡献。 岳方祝贺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成功召开,开启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新纪元。 相信在习近平总书记领导下,中国必将胜利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岳方坚持独立自主,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坚决反对一切形势的台独分裂活动,坚定支持中国实现国家统一。 香港、新疆、西藏都是中国内部事务,岳方坚决反对任何势力干涉中国内政。 岳方愿同中方保持密切高层交往,分享治党治国理政经验,深化战略互信,加强发展战略对接,以及国防安全、经贸投资、跨境基础设施联通等领域互利合作。 共同办好明年月中人文交流年,加强青年地方交流合作,巩固两国社会民意基础。 岳方愿同中方妥善管控海上分歧,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岳方支持并愿积极参与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 岳方愿同中方密切多边国际协作、维护多边主义、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为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会谈后,双方共同见证签署关于党校、互联互通、工业、金融、海关检验检疫、卫生、新闻机构和媒体、地方、民生等领域多项双边合作文件。 签字仪式后,习近平同苏林进行小范围查续,在亲切友好的氛围中,就共同关心的重要问题继续进行深入交流。 当天中午,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苏林夫妇举行欢迎宴会。 蔡奇、王毅、王小红等参加上述活动。 苏林访华期间,双方将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 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推进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的联合声明。